欧洲许多国家为了加快接种疫苗的脚步 就陆续推出了健康通行证制度 意思就是所有的公共场合 无论是餐厅、电影院、购物中心等等 民众都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 就证明自己已经接种过疫苗了才可以进入 可是官方的用意民众未必接受 欧洲多国都有民众觉得 通行证制度是剥削人权、限制自由 于是上街示威抗议 这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等都有民众这么做 反对声浪比较大的法国 更因为强制当地所有医护人员接种疫苗 而加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所以当地有许多民众在昨天走上了街头 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为了表达对政府推行健康通行证制度的不满 法国各地昨天有16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其中以首都巴黎的示威最激烈 示威者高喊口号 举起国旗和示威牌子 尽管疫情严峻 可是现场的人群却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更没戴口罩 好像忘了病毒的存在 示威期间 一些情绪高涨的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 迫使警方发射催泪弹 驱赶人群 甚至使用胡椒喷雾 往示威者脸上喷射 现场细分紧张 眼前这名医护人员表示 如果不站出来表达诉求 他将成为强制接种疫苗的受害者 镜头转到意大利 大批示威民众出现在首都罗马的大街上 反对意大利政府效仿法国 在下个月6号推行健康通行政制度 虽然这次的示威规模不小 不过并没有发生警民冲突事件 抗议活动在平和的气氛下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